五指茅桃呢 这是广东里南地区的一个非常特殊 有特殊地域性的一个药 它叫五指茅桃呢 是因为它的叶子分五片啊 像分开的一个手掌叫五指 我们用的是它的根 这个根呢 是当地人也是煲汤作为一个食材 就是它本身有一种香味 而且有一种奶香 而且这个五指茅桃的 沥水渗湿的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推荐 现在在什么抖音啊 淘宝上都有我的这个讲话的原因 然后借着我这个讲话 底下在卖他们的五指茅桃 织布人没遗传 盖房人没这住 推荐五指茅桃人没挣钱 在这再推荐一下 在岭南 不管在岭南或者在其他地方 今年这个天气又特别有意思 北方多雨 南方干旱 长江什么洞庭湖 什么嘉陵江 都到了枯水期 是吧 很有意思 但是还是咱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吧 把这个五指茅桃熬起来 炖起来 那 involved 两多房间 有点